《政務局局》 正當好 你現在擔負 政治任務 就準備落地獄 我告訴你 因為你要三安八做 禮環折曲 奠章取義 我的話… 香港 除了搞革命 沒有第二條路的 不是掂你雞蛋 就掂你浮油彈 我告訴你 林鄭月娥 別以為好可愛 好 歡迎大家收看 這個星期三晚 的本土最前市 也是我和林中 非常之好 有林總 這個六月多時之秋 簡直是 雖然很熱 也不是什麼秋 雖然大家身上身汗 很多人都拼命 其招盡出 十八般沒有什麼都拿出來 這個月我見到很多朋友 真的一百分之二百的功力出來了 你見到香港有些餓虎藏籠或是收收埋賣 真的是餓虎藏籠 那個爆發力是很厲害的 收收埋賣這麼多奇招 這麼多技術 知識各樣東西都可以拿出來 真是鬥志鬥力的 甚至連自己的淫蜜 收收埋賣這幾年的東西 或者過往幾十年已經上一年紀的人都拿出來 你說起這件事 有很多人平時不聲不聲那些 這個月真的嚇我一驚 原來他們的人物這麼廣話 認識這麼多東西 那個轉數這麼快 或者那些年輕人完全是 喜出望外 如果大家有走過去 譬如煲底 你叫那些年輕人 我真的要拍手掌 他們不是一個一個這樣 他們是一班不認識的人 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厲害的團隊出來 這個真的我覺得是近年罕見 所以之前也有個類似Hat Hung的公司 就出了一篇文章 香港的九十後 就是一些非常好的員工 充滿活力 又有頭腦 各樣東西 他推出那篇文章的時候 都挺早的 到現在大家真的看到 是怎麼說呢 就是你可能一開始 或者一路以來 你會有很多質疑 或者是懷疑 或者是覺得你這樣做 不對 怎樣 很多意見 你看到他們用自己的方法 是一路做了很多事情出來 都是出其不義 不單是政府覺得出其不義 我們這邊都出其不義 沒錯 你說到奇招進出 你也有些奇招 上個星期你也說過去了日本 其實很多人也有個疑問 你去日本其實做些什麼呢 純粹見你在Facebook 一去到日本就馬上又被人扣起 又被人撮東西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就這樣的 我入境的時候 我填 他入境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就填Conference 就是那個英文字 對 沒錯 我又不想說謊 因為我自己比較張揚去說 我要去日本 我相信日本政府 不多不少都有機會知道 譬如日本大使館 總領事館 你在香港都會收入風 沒錯 那他發生什麼事 他一定不多不少會知道 所以我就說寫Conference 日本的朋友都是這樣跟我說 但是 去到那裏 他問什麼Conference 他問PASS Conference 然後拘抬頭 PASS Conference在哪裡 FCC FCC是什麼 然後搞了倫舟 就被人撞進房間 坐 一開始有中國人在 又不知道有什麼事 眼瞇瞇 然後 走走走 又被人撞進房間 一進房間 有一個戴口罩的 入境處的女官員 戴口罩 然後有一部Conference 那些機 即是辦公室會議的那些機 就是一個正方形的 有一個很大的喇叭 有一個人在說話 直接就說廣東話 是這樣的 他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整天都不行 審理 然後就開始問很多事情 為何來這裡 搞什麼 為何來大阪 為何來大阪 你打算搭什麼車 去你住的地方 你帶了多少錢來 等等 然後就研究很久 究竟你的Conference是什麼 他們又不知道什麼叫FCC 給了英文去看 竟然是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即是寫了 Foreign Correspondence Club 他都不難明白 英文什麼 譯了一輪之後 原來是愛國記者 俱樂部 他們寫了 然後就問 那有誰在 日本認識什麼人 有沒有人來 很多人 你會不會抄襲示威 等等 問很多事情 然後問到 有個位置 你有沒有參加一些人權組織 政治組織 他說現在沒有 但是曾經有 那在哪裡 什麼 香港 那是什麼 香港民族黨 那你是什麼角色 就召集人 什麼時候 到什麼時候 寫時間 為何是這個時間 為何之後又沒有了 被人禁止了 神經病 為何被人禁止了 有什麼暴力 總之問了很多問題 這些其實都不是重要 總之在入境處搞了三六小時 好 我滿心歡迎 終於搞定了 其實他問了一個問題 你肚不肚餓 我肚不肚餓 我肚不肚餓 你這樣說 你真的要扣十幾個小時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行不行 但問題是 你能問了 如果我肚餓 你是不是真的有東西給我吃 我相信是一定有的 有的 誰知道去到海關又被人截了 他們就很小心處理我們 他只會拿一張白色的 像Memo字 一條的 在那裡 逐一見行李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 就是他拆一拆行李 拆一拆你的袋 然後我不知道 可能是否 檢查有沒有毒品 或者有沒有炸藥 或者怎樣 然後馬上把他拔出去 不知道有沒有意見 然後就拔進房間 然後反恐 這個就生氣一點 因為他沒有傳譯 英文說的都不明白 最初以為我是賣書的 PASS conference PASS 書簿 書簿 然後我就開始形容什麼記者 Journalist reporter 在那裡說 拍照 做完首相 然後他就以為我是一個記者 他說不要緊 隨便吧 但是日本那個官員 我問他 為何要這樣搜我 他說Ema 你可能G20 現在日本就知道 你好像日本康那些英文 我跟他這樣說 因為他知道我聽不明白 所以他又不懂英文 他嘗試用日文去講解 Ema Nihong G20 他又很有笑容 其實他很親切 他是知道什麼事 他都沒有說什麼外帶 工作需要 他說G10沒有辦法 但是你去到海關那裡 他是不是要打開你的行李 所有的手 裁判鞋 什麼鞋 什麼鞋 那些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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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等於一個摩尼克協議 那些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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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他跟我說 因為他不懂英文 We Japan Chinese Hong Kong OK You can protest In Japan OK 就是 Chinese Hong Kong 就是這樣 OK OK 他就是這樣做 好厲害 那究竟他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自己判斷 大家猜 然後走的時候 我跟他說 千萬不要讓中國豬肉入境 就是大家 嗯嗯嗯嗯嗯 這些全部都是肢節的 正式就進去日本 因為我一開始就安排了所有東西 在大阪的 但是日本那邊 就是我的正格 我的connection 他就說我可以安排我去 FCC外國記者會說話 那我就說 好啊 又去FCC做FCC獵人 就是去香港說完去日本說 好啊 誰知道原來是東京的 所以我就 一進了境 我就馬上飛上新幹線 11點多 終於到達我的目的地 就吃第一頓飯 哇 那第二天 因為第二天 就已經要去大阪 下午2點鐘就要記招 所以我早上有9點半 就在FCC記招 在東京 接著就說了一輪 然後馬上跳上車 又被日本的朋友 就是他安排好了 雖然他不會說英文 但是他接應我的 然後他就捉住我 說55元 即是55元 即是有55元 即是飛過去 然後我上車之後 25元就說 衝了上車之後 他說 他哪裏下車呢 死定 不知道 不要緊 總之就是要這樣 趕回去大阪 然後就開了記招 記招就是自由印太聯盟 就是舉辦的 自由印太聯盟的主席就是葉比亞 副主席是一個日本人 那個日本人跟我好朋友 很熟悉 認識了幾年 所以我就這幾年 我們去默默耕耘 怎麼說 就是儲回來的一些人物 就是好像大家 每一個人都是 可能你也有 他也有 大家都有 就是大家儲存起來 跟大家分享 那本來我可以自己去的 其實 因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講香港獨立 他們很欣賞我 就是其他民族 或者日本人很欣賞我 所以他們才喜歡我 就邀請我去 那我就大約都不要緊 我這次也不講香港獨立 然後我就說有個遊行 所有香港人 你們有興趣就來吧 就是我覺得 這些時候 就不是想自己的光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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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思的 我自己開了幾招 都是有影響力 在那裡 但是你能不能做到 有幾十個人 香港人 在大阪那裡示威 這個才是震撼的 就是你香港從來 是不是傻的 如果你跟別人說 我香港人 買機票去示威 是不是傻的 還是傻的 有沒有可能 是的 反過來 我們說回韓龍的時候 2005年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第一次見到 這麼大型的示威的時候 其實有不少香港人覺得 那些韓國人 是不是傻的 特意飛來 特意到香港抗議 還要拜了 告示打道 做什麼 你們是傻的 但其實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就覺得 原來是有需要的 日本人就看到 哇很欣賞你們 香港人的勇氣 怎麼飛來日本 然後我心想 其實這些是逼出來的 沒錯 如果去到 你們日本人 都是遇到 困境去絕境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 狗急跳牆 用所有可行的方法去做 所以現在香港 真的去到一個 最後關頭 所以大家就混身解數 說回他的記招 葉比亞 就是維吾爾代表 其實他的肚子 就叫做維吾爾之母 政治不正確地來講 他當時 他在新疆 這個叫東凱斯坦 這個叫東凱斯坦 是他們自己叫的 在中國裡面 葉比亞 她是一個女人 葉比亞來的 就是全中國的五大首富 要這麼說 全中國地區 中國地區包在新疆 西藏 他是五大首富 但是他又 文革被人鬥 坐牢 等等 很多事情 去了美國政治庇護 他在維吾爾人當中 地位極高 其實去到記招 所有記者的焦點 都在他那裡 你不要以為香港人 很厲害 很厲害 當然他們都有關注香港 但是 問問題第一時間 都是問二比亞 很多問題都是追著他們問 問到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問香港 那種 所以 不要看低別人 其他民族 或者看得自己太高 我覺得我們去到國際的時候 要不卑不狂 因為香港人 這一刻 可能會膨脹得比較厲害 即是 一下子籌了幾百萬 又登了很多報 很厲害 很多國際輿論 但是 其實在國際上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那麼慘 是 維吾爾人就慘 很多很多很多 因為這個我也想借個機會說一下 現在其實有很多朋友 覺得 我們香港的 這次這樣的事情 現在好像全世界都知道 很多報章都有報道 但是其實 暫時外國人的立場來說 其實他們會用多少時間 或者他們有沒有心機去看 甚至乎 我可以跟大家說 就算我看泰國的新聞 他們報道香港的事情 每一單是不會多過二十秒的 那你想想不夠二十秒之下 可以說到多少 讓當地人知道 其實大家要想清楚 所以這次 G20 我們在日本 搞了一大堆事情 等一下可以繼續說 做了些什麼 但是說到一點總結 就是 那個影響在哪裡 其中一個影響 如果你純粹從國際輿論媒體方面 其實對日本的本土影響是最大的 你說對於外國來說 可能也有 有人看到 例如Nancy Pelosi 這個美國的眾議長 她也有發聲 昨天 當很多香港人 攻進立法會佔領 和讀宣言的時候 同一時間 Nancy Pelosi 美國眾議長 其實她就出了一個Tweet 然後就提到 G20 以及其他國家 都不應該 不管香港 應該出聲 還有 要 要為這個 所謂的一國兩制 要說些話 其實她都擺明 一國兩制不行 二十二年的一國兩制 都完全不行 從來她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 影響 在那個政界 其實是有的 在日本政界很大 而在外國 例如美國 不同國家 其實有留意的人 是有看的 你說普通民眾 會不會看呢 譬如普通日本人 未必會留意外國人 來示威的新聞 或者在美國 那麼遠在日本示威 可能看就知道了 但是 政界的人 是會看的 譬如 加泰和尼亞發生的事情 香港人普遍來說 可能不知道 但我們這些看的會知道 沒錯 冰島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我們會知道 很多這些 就是一些有影響的人 其實他們是有看到的 會知道這件事 他出不出聲 或者可能他還未出聲 或者他可能在暗地工作 但是去到日本政界來說 我相信影響是大的 這個可以稍後再說 就是去記招 那我就 還有一些叫做 有些中國海外文化人士 有西藏代表 有維吾爾之武 維吾爾其實他們有好幾個代表 而他們也來了七十多人 我問他們的數字 他們有七十多人 是來示威 看照片等等 你會看到很多東特斯坦 他們自己的那支國旗 他們也會帶著一個藍色的面具 有月亮的星星 大家應該見過 有一個天藍色的面具 為什麼他們這樣做呢 原因跟我們一樣 我們全都是黑色的 然後戴口罩 我們香港人 去到日本也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示威 但是他們這樣 因為可能他們已經逃亡了海外 但是他們還有一些家眷朋友 其實還在維吾爾地區 這樣就會出事 所以他們一定是要 將自己的身份保密 沒錯 而自由引太聯盟 不單止是維吾爾 或者西藏 不單止是中國那些邊瑞地區 即是蒙古、西藏、維吾爾、香港 香港其實在這個聯盟其實沒有份 之外呢 其實還有其他的 也有拉攏印度 日本當然不少 因為副主席是日本 而是 日本也出了幾百人去示威 是的 那個記招結束之後 就是一個集會 集會就是 我們在一個藍波站那裡 就是一堆在舉Bang 在那裡叫 我自己叫什麼呢 其實我就叫一些 因為那裡全部都是群眾 那一下 當然有很多記者在那裡拍攝 但是更加多的 其實是很多日本的普通市民 市民走過 所以我就說一些很簡單 很普通的就是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香港人和中國人是不同的 主要的訊息就是這樣 這個很需要 我們就是說 中國會危害這個世界安全的怪獸 而我們香港人是站在最前線 我們是跟你們是同一邊 不是跟那邊同一邊 中國人跟香港不同 中國人是委會的世界 香港人是跟這個自由世界站在一起 而我們是在最前線對抗這隻怪獸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其實整個訊息就是這樣 我不是叫他 我叫他 FREE HONG KONG 然後Din就在那裡喊 很激動的 等著很久 我想叫 今天喊了幾下 熱鼻子忍不住 站起來 我說FREE HONG KONG 然後他又叫了 BIT BEAR FREE VEGAN 叫了一大輪 同一時間其實有些在香港來的人 也有參與 但他們也沒有聯絡我 他們就喊自己的口號 當我們在喊 FREE HONG KONG FREE TABET的時候 他們就喊 另外一個口號 什麼Libre Hong Kong 有喊你老母也有 拿一些旗子去遮掩 但是 主文單位很克制 而我們跟我一起去的香港 都很克制 大家都很遵守規矩 繼續喊 沒有衝突 都很感謝大家 這麼克制 真的 去到那一刻 大家覺得生死存亡 我們做到這麼重要的時候 不要搞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跟著我一起去的香港 都很盡力 他們有自己做標語 拉Banner 去搞很多事情 甚至乎 因為我實在太忙 很辛苦 完全應付不了 我一個大不了團 然後有兩三個人 就幫我去聯絡一些人 那團的人就說 我們去哪裡 然後怎樣去組織 做些什麼 然後學生會也都在 也有學生組織 譬如學生動員 學生代聯盟 然後有五個學生會 連同學聯之旗 都有去參與 當然也有出分力 非常之好 而去到之後 第二天自由影響聯盟的 那個行程的活動 就是一個內部交流的會議 那我就覺得 因為我自己說了太多 我就覺得很累 很辛苦 所以我就想把波子寫給第二天 我就給了學生去說 那學生上去其實就說一些 就是說回逃犯條例 他就說回那幾點 就是我們要完全撤回 撤回那條標 以及釋放那些被捕人士 重新定義這個不是暴動 然後還有第四點 就是聖德督調查委員會 這樣繼續說 以及很簡單說 為什麼我們要抗爭 我們為了什麼 那條訴求是什麼 就是很簡單 那在場的人其實是很激動 就是他們是很欣賞 因為他們是最年輕的了 因為其實其他民族 或者日本的那些全部 都是有這麼少年紀 起碼是一個成年人 那我也算是很年輕 他們是極之年輕 所以他們是拍攔了手掌 很支持 很欣賞 而傑比亞也在事後 都跟我說了好幾次 他就說是很欣賞 香港的年輕人和學生 也很感謝他們 因為他們之前說很厲害 而多謝他們也使得整件事發大了 譬如今次G20的遊行 也有一個連帶關係 使得維吾爾人和香港人 我們一起有一個共鳴 就是有一個共鎮 使得效果更大 就是大家一起出聲的時候 影響力就變得大了很多 沒錯 當然好 而在內部交流會上 有維吾爾人和香港人 有一個共鳴 我們是有點交流 我看到跟我一起去的香港人 其實他們的思維是不同了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衝擊 因為過往香港人 對於這些所謂的新疆 西藏覺得激進 分裂國家 僵毒狀 毒自焚 痴線 邪教 全部都是覺得 痴線的恐怖分子 是瘋的 但是我們這些提外新聞知道 人家有集中營 種種滅絕 全都滅絕 他們是拘捕了一副樂隊 全部是有人頭人名 去做樂隊 然後他們是消失了 例如我們 真真正正去接觸他們的時候 就發現 原來真的有維吾爾人存在 原來他們是一個 因為看到他們很禮貌 有一個中國人進來搞事 說我愛中國 我是中國人 類似這樣 但他們是沒有手打他 然後在那裡去 就說法西斯中國 法西斯中國 在那裡罵 大家看到原來他們是一群很理性 很有組織 而且是很好的人 而那一下就是 終於很實際看到維吾爾人 沒有了以前那種 嘩很激進 什麼恐怖分子 我覺得對於學生會來說 隨團的香港人來說 這個是一個 可不可以說突破 或者是 一定是一件事來的 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走馬利西威爾 而是思維上是一種轉變的 因為過往我們在認知這方面 例如西藏 新疆 我們單憑在香港 已經過濾了的新聞 我們其實是很難去了解的 但如果你親身去面對面 你就會發覺到 原來我們以前理解過的事情 可能是有些事情是錯的 但是很難不動容 或者是怎樣 你會看到 嘩他們真的很慘 他們真是 逐點說他們真是全家殘 他們真是全家被抓 你看到他們很慘 比香港人更慘 其實的確是的 我們香港今時今日這個情況 你說是不是很慘 不是的 全世界還有很多地方比我們更慘 你說被共產黨壓迫的民族 有好地方 香港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最嚴重的那個 但是 也這樣說 那麼多個地方 都是面對同一個惡魔的時候 大家聯合在一起 自然就在一起了 自然就在一起了 而這次是一個歷史性的一次 就是 剛才說到有一個 叫做傳媒上有什麼影響 而實質上的一些影響 這個才是 我不是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但這個也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 香港人 人民 就是一堆香港人 和一堆委員人 真的走在一起 然後我們之後是遊行 一千人 那又變成維吾爾人 香港人 西藏人 蒙古人 日本人 整堆一切遊行的時候 是並肩作戰的 第一次 是歷史上第一次 這個也是 共產黨在中國是最不想見到的 因為 他沒有辦法阻止到這件事 他就用下三流手段 打電話找到老爸 等等 在那裡恐嚇 當他去到這些方法 去搞你家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其實他已經沒有了方法 沒錯 因為我去FCC那次又是這樣 FCC那時候 沒有的 那別人又不受你的壓力 外國記者又不跪下 照聘請 那我又沒有辦法 我去說話 是不是 沒錯 那怎麼辦 那就找人跟我媽媽 搞你家人 不斷跟蹤你 就搞這些 當他用到這些手段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是極之不想這件事發生 對於他來說 對於他來說 非常之 很 他不是說不想 是害怕 是害怕 當然是害怕 但是有沒有辦法 我才用這些招數 因為卑劣的中國人 永遠 世世代代都是這樣的 一看到一些東西 是危害到自己的時候 始終就是懂得用這些 屁股招數 有的 他們有中國人去 我們開會的時候 他們有打算扯他們五星旗 去唱他們的肥歌 但是日本警察 是非常之保護我們 我無緣見到他們 有人見到 第一 我遲了十分鐘已經見到他們 保護得非常之好 日本警方 其實這件事 就很嚴重的 對於日本 現在就說了 對於日本的政界有什麼影響 日本有什麼影響 你想想 G20 搞得這麼嚴重 他將日本所有警察 都調去那裡 東京、京都、九州、哪裡都好 那些警察全部都去大阪 全部都去大阪 封到寄存行李的那些鎖 停用 垃圾桶也停用 景點也關閉 停巴士 其實那裡是很厲害的 差不多是戒嚴的 大阪 當然市中心 都OK的 你還可以在玩樂 道頓骨 那些是這樣的 但是你會知道 整個城都是那種氣氛 然後你就要一千人的遊行 是要走他的鬧事 我們去蘭波 心齋橋 遊客最多最核心 大阪 最主要是去大阪 就是去那些地方 心齋橋 杜頓骨 這裡而已 那我們就去那裡 對不對 然後封了路 在那裡走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是很嚴重的 對於日本政界來說 一定是個個都知道 而且是 看得到影響力是大的 而很多日本政界朋友 都是因為這樣而去 認識了我 認識我們 他們會開始問 你會開始交流一下 還有一些外媒 或者本地日本記者 其實他們都不認識我 不知道我是誰 他們會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名字 還是什麼 還有你知不知道這個是誰 什麼Andy Chan 他們會說 我這裡就沒有 我是你 不好意思 其實這個是對於香港人 我對於香港人 在日本的曝光 是大的 那個影響力會 日後我們會 在日本再工作的時候 方便很多 為我們之後在這裏鋪路 譬如我之前 兩三年前去日本 開始跟他們開會 日後人女女女女 我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都在播種 到了你有事的時候 那就可以用 看到你們香港人 有事 他就邀請你 叫你來 其實人家沒有必要這樣做 沒錯 但是他們都照樣做 維吾爾人 他們又不會覺得 你們蓋過了我們聲勢 其實有些人是這樣 我聽過一些西藏人 或者維吾爾人 可能他們有些微言 說 搞錯 你們香港其實都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如果對比他們來說 真的沒有什麼 你們香港都沒有集中營 那為什麼你們全世界 會這樣報道 他們會不 但是對於熱比亞 或者自行 或者其他那天的維吾爾人 其實他們是很歡迎的 很多人跟我握手 我說完的話 其實他們對於我們香港人 他們是很開心 因為他們覺得 你們香港人 將你的影響力帶來一起 是 我們 維吾爾人也有他們的影響力 沒錯 我們香港人有道德高地 維吾爾人是有道德 喜馬拉雅山的 你看他們是道德喜馬拉雅山 人的集中營 對不對 那些人就說 那些人就說 不應該把柑毒 撞毒抗議 你屢死香港 說什麼毒 神經病 我只是說獨立 別人才邀請我 別人才喜歡你 不過也不要緊 我沒有說這些 現在走在一起 那怎麼辦 實際效果是好的 別人什麼撞毒 他們是有說 他們是廣東人 叫私產獨立 有如何 別人是道德喜馬拉雅山 別人要什麼 別人要什麼都可以 外國沒有所謂 你們要獨立 當然 理所當然 你們這樣被人種族滅絕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的策略 或者是可以的 跟你走在一起 也是期待之後那種發展 達到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 真的是五族共和 就是很偉大 香港 培圍灣 西藏 維吾爾 蒙古 五族共和 就不是孫中山說的 我們現在有二十世紀這麼多 你休息一會 好